在去年那段时间我拍了很多戏 那我自己觉得是因为那些戏的演技 不断地翻滚翻滚 刚好在复读青年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成果 那谢谢已经遗孤的成为了导演 那其实我在她最后要离开之前 我在她的床边 因为我们大家都陪着她 然后我握着她的手就是 我25号金马奖 你确定不要撑个几天吗 然后我想说如果我拿了怎么办 然后拿了你会相信吗 那真的拿到了 然后我很感谢她 我觉得真的很开心 然后很荣幸 然后真的有说不完的谢谢 我真的很喜欢演戏 然后我还是想要继续演下去 可是我觉得现在还是以课业为主 你就好好练习 所以我感谢你们看